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2018年的年度彩妆最爱 一共有14样东西 然后其中有7样我都在他们用完 或者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已经回购囤货了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些没有不行喜欢到不行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彩妆上榜了吧 底妆的部分就一样就是我18年初最惊喜的发现 就是这个兰蔻的粉条 我已经用了这个粉条 用完了一整管了 然后又回购了一根 对于我这个混油的瑕疵皮来说 它真的是完美的 然后来跟大家具体讲一讲它的优点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准备了小抄 第一点就是它的质地真的非常顺滑 很好推开 当你把它划上脸之后 你无论是用美妆蛋还是化妆刷 甚至用手都可以把它推得很服贴 第二点就是它的遮瑕度特别高 我是一个豆皮 然后脸上很容易长痘痘 我基本上在不额外用遮瑕膏的情况下 单用它就可以把痘痘遮掉百分之七八十了 然后你还可以在瑕疵比较多的地方进行一个二次的叠加 也和肌肤融合的很好 所以它磨皮上进的效果真的很厉害 我现在一般拍视频都会用这个底妆 然后包括今天我也是用的它 第三点也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虽然遮瑕度很高 但是它出来的妆效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它刚上脸是那种雾面带一点点光泽的感觉 但是随着你持妆一段时间慢慢出油之后 它跟你肌肤融合的会越来越好 就是那种非常有光泽的奶油肌的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呈现出来的妆感的细腻度 完全超过了它的价格 这个在澳洲大概是55到左右 就是不到300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它也非常持久抗旱 我自己是很喜欢在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用它完全信任它 然后你的底妆完全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体积其实是非常小的 你鞋带补妆也很方便 而且兰蔻底妆除了这个粉条 还有我之前推荐过的那个奇迹薄纱的粉底液 它们都是不挑你的皮肤状况的 就算你今天的肤况特别差 很容易浮粉 用兰蔻的粉底液基本上可以给你掩盖那些瑕疵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款雪中送炭的底妆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底妆比较适合偏油性的皮肤 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用 因为你一旦出油之后 那个妆感就会更加美妙了 我自己的肤色大概是黄1.500左右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010 其实这个是它们的粉条100 在我脸上刚上脸可能有一点点偏粉 但是慢慢的跟肌肤融合之后就不会显得突兀了 其实我在回购的时候是想买它们的005中心100的那个色号 但是那个颜色太火了 买不到我就还是回购的010 我觉得这个产品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外壳比较容易掉漆 大家可以看这个蓝扣的logo已经快磨没了 但我个人也是无所谓的 在买完这个粉条之后 其实我陆续又购入了五六款粉底液 价格都比它贵 有些甚至是它的两到三倍 但它们的表现都不如它 所以这个真的是最适合我的粉底 接下来呢就进入眉毛的部分 也是我今年用的最多的眉笔 就是这个benefit的双头的极细眉笔 大家看我有三根 我已经用掉了一根三号色 然后又回购了3.5和4号色 然后我今天的眉毛也是用它画的 没有用其他产品 我感觉最近眉毛好像画的稍微好了一点 然后我觉得4号色的颜色有点太黑了 所以如果你是黑发或者偏棕的头发 其实用3或者3.5就挺自然的 我觉得benefit的眉笔真的做得很好 它就是笔心的软硬度是中等的 显色度也不错 然后画出来的眉毛是那种很自然很柔和的 然后它比我去年推荐的Nyx的眉笔来说持久度要更好 就是你白天出门等晚上回来 这个眉毛还是很完整的 然后这个眉间也都是在的 最后呢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它的这个眉刷 很软可以把你的眉头梳得非常的自然 所以这个眉笔如果大家还没有用过的话 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它就是价位比较偏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 那大家都很期待的眼影盘的部分呢 我有两个很喜欢的 但都不是今年非常火的眼影盘 有一个是这个Lunasso的猫眼石 这个真的是最美最美的橘金色的眼影盘 太适合夏天了 它就是能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又闪耀又深邃的那种 这个眼影盘我已经买了两年了 但是我是今年夏天才发现它这么美 然后频繁的用起来的 然后我前两天拍试色的时候 又被它的颜色惊艳到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眼影盘一共有五个颜色 然后外圈的四个颜色都是珠光色的 它们的粉质都很顺滑很细腻 然后有人可能会担心就是这种珠光的颜色 上眼会不会显肿 至少它在我的眼睛上不会显肿 而且尤其它下面的这个深棕色 加在你的眼尾之后 你的眼睛真的就是立马深邃了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绿色的偏光闪片色也非常妙 我觉得这种绿色的偏光啊 跟橘金色的眼影盘真的就是神搭配 上了你的眼睛之后就是活泼又有神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橘金色眼影盘的爱好者的话 一定会被这个眼影盘戳中的 那第二个眼影盘呢 也是我上支视频用到的 就是Too Faced的这个 Just Peachy全哑光的眼影盘 我今年其实买的眼影盘不少 但是到年底买了这个眼影盘之后 它迅速的往上升 绝对是我今年买过眼影盘的Top 3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这种全哑光的眼影盘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喜欢它的点 首先我很喜欢它这个包装 做的很复古 然后它开是这边有这种像小皮夹的搭扣一样的 这样子打开的 它上面这个镜子也很大 很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带着化妆的 这一盘其实最戳中我的就是它的配色 我非常喜欢它第一排这种偏茶色的颜色 其实它的第一排和第二排 你都是可以不用脑子画的 就是你从浅到深把范围从大到小 就可以画出一个很不错的眼妆来 然后它这下面还有两个红棕色系的 包括我今天也就是用这种茶色加红棕色系 画出来的眼妆都非常适合秋冬 然后它这边两个颜色也是很流行的那种坨色嘛 反正今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色系的 大家看我衣服也是这种颜色的 然后其实它这一盘至少可以搭出四五种不同的妆容来 如果你喜欢珠光闪片的话 你就自己再额外加单色或者加别的眼影盘里面的也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它光用亚光色就已经可以画出那种很有层次 很有间层感的眼影了 然后Too Faced的粉质我也一直很喜欢 很顺滑好涂云液好韵染 而且它的显色度是刚刚好的 你新手直接上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反正这一盘我买了之后真的是迅速的俘获了我的心 然后年底我连用了十几天都还没有觉得厌倦 我还要继续用它 去年我的年度爱用呢有一个品项是空缺的就是眼线笔 但是我在今年发现了非常好用的眼线液笔 就是这个Cat Von D的Tattoo Liner 我也又回购了一支 这个基本上已经要用完了 它对于我来说呢 笔尖的韧性够就是它可以描绘出非常细非常尖的眼线 第二个就是它的出水是刚刚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也很多人喜欢的熊野之人的Mortal Liner 我觉得那个出水量就太多了 就是你在眼睛上画的时候 你如果一不小心眨个眼睛就很容易晕 但是它的出水量是刚刚好的 所以你画出来的眼线是不容易晕的 而且它的持久度也很强 基本上你画好眼线过了十秒之后 你是怎么擦都擦不掉的 而且它的质量也很好 我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出没了 但大家可以看它的鼻尖还是非常尖 完全没有分叉的 有一些眼线比你可能用四五次就分叉了 再就是我买的是黑色 它的颜色真的是足够漆黑 一切都是perfect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没有发现一个你喜欢的眼线叶比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下Cat Von D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很多新手 比较难的部分就是画眉毛和画眼线 那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之后 对于你练习或者增强化妆的信心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推荐的 接下来睫毛膏又是一个用衣臀衣 就是这个艾杜莎的睫毛打底膏 我去年也推荐的是睫毛打底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一个睫毛膏画的好不好 其实睫毛打底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艾杜莎的这个睫毛打底膏 它的头是那种舒尺状的 它可以把你的睫毛刷的真的是很自然 根根分明又很卷翘的那种 然后你后续再上睫毛膏的状态就会更加的好 我当时是用了这个之后就没有再用那个Cat的睫毛打底了 因为它相比Cat的优点就是它里面的纤维是那种黑色的 所以即使你后续不再涂睫毛膏 或者你涂睫毛膏的时候 你都不用担心那种白色的纤维会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更加方便的 然后我身边的直男友的时候会说 你的睫毛怎么这么翘这么长 你是不是带了假睫毛 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它真的是可以帮你刷出那种自然卷翘的 有质感的假睫毛的感觉 所以大家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去试一下 腮红的部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今年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铅笔的小菊花腮红08号Malampo 我回顾了一下我2018年 无论是上学还有几次出去旅游 从夏天到冬天我用的最频繁的就是这块腮红 它真的是非常实用 然后又适合各个季节 大家可以看其实它这个花的压纹都已经被我用没了 它其实就是一块非常显年轻很活泼有元气的这种橘色调的腮红嘛 你上脸的话怎么刷都不会过重 它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很清透很自然的妆感 感觉是溶进了你的皮肤 然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好气色的感觉 然后它的粉质是压得非常非常实的 非常的耐用 我可以看出来它还有这么多没有用完 我觉得这个能铁皮真的是会非常有成就感的 然后鼻影的部分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倩丽的鼻影修容粉 它旁边的这个高光色不好用 但这个鼻影色实在是太棒了 我是18年7月份的时候买了它 然后拿到之后我只要化妆就会用它 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出了一个超级大的铁皮了 然后我又另外回购了两盒 我拿新开的这盘跟大家说 它这个鼻影色是压得很松的 然后它的粉质很软糯 颜色是很淡很自然的那种 所以你拿它刷鼻影的时候 那个阴影是非常自然柔和的 你怎么刷都不会觉得重 无形中就把你的鼻子变得立体了 然后我跟它搭配用的就是这个自身糖的WT905 是我用来打鼻梁的高光的 这个也是我的粘度爱用 大家看它的颜色就像这种白色的面粉一样的 但是它涂在脸上会有一种微微的珍珠光泽 特别的细腻 然后你把它打在你鼻梁上的时候 你的山根会拔地而起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它鼻子的话 真的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高光 然后我是混油皮 就算把它涂在T区 我觉得它也不会加剧我T区的出油 所以我觉得这个WT905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尝试的 那脸部高光的部分呢 又是这个牌子 Hourglass 我去年的年度爱用也有一块Hourglass的高光 是那个Incadescent Light 然后那个在我发现这个高光之前 我一直都有在用 而且也用铁皮了 它就更像常规的Hourglass的高光 它是那种细碎的闪 然后这个高光盘和它之前常规的不一样 它是那种金属的三色高光盘 所以它整个的光泽要更加的亮 然后更加的高调一些 但是它依旧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不会凸显你肌肤的纹理或者瑕疵 像是你皮肤透出来的那种水光感 我之前也说过像我们这种瑕疵皮 其实是非常容易在高光上踩雷的 因为如果那个高光它如果做的太干 或者它粉做的太粗糙的话 上你脸之后别人很轻易的就会发现 你的脸部的纹理啊 然后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细腻 但是我觉得Hourglass的高光 我用下来我觉得它们都很棒 就是无论是我之前推荐的那种很细碎的闪 感觉是那种弱有似无的高光 还是这种稍微有一点高调的 都非常适合瑕疵皮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皮肤状况没有那么好的话 想找高光真的可以先从Hourglass下手 最后进入唇膏的部分一共有四支 然后第一支是Smashbox的Driver's Seat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回购一支唇釉 它的颜色实在是太温柔了 就是那种肉粉色里面又灿烂一点那种稀柔掉的 我自己很喜欢薄涂它 日常又很显气色上班上学都OK 我觉得这个色号无论是白皮还是黄皮擦 应该都会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持久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我今年真的常常把它拿出来用 我是在Outlaw的后面买的这个色号 但是它先干掉了 Smashbox的唇釉有个缺点就很容易干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干掉了还是被我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我马上又回购了一个 第二个唇膏是我18年的夏天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唇色 就是这个Perry Para的Ink Velvet的02号色 非常好看的一个正红和西柚橘结合的颜色 很提气色很显白很青春的颜色 和夏天真的是绝配 它的质地是那种有厚度的膏体 但是很好推开很容易涂匀 我觉得它就是薄涂把它运开也非常漂亮 这真的是我今年买的唇膏里面最惊艳我的颜色 你上唇之后就立马减零五岁了 它是那种人造的果香味 但是我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它就有一个那种染唇液的通病 就是你上嘴刚开始会觉得麻麻的 然后也比较难卸掉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买那种专门去卸这种染唇液的那种褶底 去卸这个唇妆 但是其他方面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这种小水晶球也很可爱 今年我还非常喜欢用BOXOM的这个唇线笔 他们家的唇线笔真的值得尝试 质地非常的好 一涂就匀颜色还很饱和 然后我这次要推荐的色号是Hush Hush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叠擦的土色 如果你用这个颜色来打底的话 它可以让那些你平时觉得单擦太明艳 太高调不日常的口红瞬间变得非常的温柔 然后又很有层次 我有几次就用它叠擦那个Mac的Ruby Woo 或者叠擦Cat Von D的Misfit 都会视频里有人问我用的什么唇膏 看起来很温柔 其实那些唇膏单擦都不是温柔挂的 但是这个颜色就给它们赋予了新的生命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唇膏笔 它是自带这个刷头的 这个刷头非常的有韧性 可以把你的唇膏运染的很自然 这个唇膏笔大概100多块钱的价格 真的是可以试一下的 最后一样东西是我2018年的最后两周 去日本的时候发现的 我当时有点犹豫 要不要放在这支视频里面给你们推荐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等不了一年 等明年的年度爱用再来给你们推荐 我真的是立刻马上现在就要给你们推荐 就是这个Integrate的唇膏 这是比较新出的一个色号是10号色 这真的是我用过的所有唇膏里面 涂上嘴最没有存在感最舒服的一个 我相信很多人用过Dior的唇膏 然后我后面也有用过Boxam 或者Fenty Beauty 但是这个上唇是最舒服的 然后完全不黏的 我先涂上来给大家看看效果 它的唇刷也超级好用 怎么样 好看吗 去年就是很流行这种光泽感的嘟嘟唇嘛 然后它就跟唇釉一起擦 就可以擦出这种妆效来 然后这个唇蜜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它的底色有一点浆果色调 然后里面还带了那种紫色偏光的小闪片 因为它的底色不重 所以叠擦在任何颜色上都是很搭的 然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就质感就像唇油一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之前的唇蜜都太黏了的话 真的可以去试一下Integrate这一款 好的我的2018年年度彩妆爱用就总结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也希望我们都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2019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